图一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捏挤方法,其与两拇指分别致于挤住两侧,从下向上推动。 在推动的同时,食指和中指与拇指相对,捏拿起挤背皮肤,两手交替向前,从归位指指大追。 由于人类上之手,操作时的定势和习惯,使其捏拿部位,主要在挤住两旁而非挤住正中。 图二为逢式捏挤法,弃法为以两手时,中,无年和小指并拢,并重叠,以食指绕色第二指节垂直与挤住,从下至上推进。 在推进的同时,羊拇指交替捏挤挤挤皮肤,直至大追指,由于食指第二指节位于挤住正中,刺猥捏拿的基底部,使羊拇指与其捏拿起的挤骨皮肤位于挤住正中, 而不是一般捏挤法捏在挤住两侧,这是冯氏捏挤疗法最大的特点。 冯氏捏挤疗法的整理与研究流派形成的标志,唯有明显的传承链,独特的学术思想,特有的技法特征,和代表性著作与地域性。 本位以此为线索,对刘传于北京地区的小儿推荡,逢是捏挤刘派进行总结。 一传承链,捏挤疗法最早见于近代个童,咒后背疾芳,指出,捏挤鸡鸡鸡骨皮,深去痛饮之,从归为制定乃止。 为余更为之,指出了捏挤及骨皮的方向,不密合方法,但具体如何捏挤,确确发生动描述和图片。 此后,传统文献未见类似记载,冯氏家族于经朝末年,在北京地区运用捏挤疗法,因其毒具特色而被后人称之为冯氏捏挤疗法。 全省时期,平均每天捏挤人数达到一千五百人次,冯家大小是余人,每天捏挤不值,以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。 北京捏挤疯几乎交易互小,刘派和新人物为冯全夫和冯奎夫两兄弟,军师同其父冯佩成先生,相传冯佩成的父亲,及兄弟二人的祖父也长于捏挤数。 但无从查阅其祖父姓名,与考证其真实性,即使如此,至冯全夫和冯可夫。 也仅为捏挤数的第三代,语文献报道,其为冯氏捏挤数第四代传人不服。 冯全夫,1902,1989,号允田,又是受家父影响。 酷爱中医,二十岁正式学习捏挤数,1928年即在北京独立行医。 1959年调入北京儿科,曾任北京西城区第二,三届政协委员,西城区第三届人民代表。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北京分会理事,顾问及儿科专业委员会理事,顾问等职。 北京名医师金木老先生曾经写道,冯全夫先生在北京教传四代,历百余年,装微笑儿捏挤,欲变成交,疗笑超拙。 并注意到,冯是捏挤,收法与众不同,冯全夫的弟子有无动,狄是翠和其子女性名不详。 人称而解,以及未经儿科的李自生、李志明、蛇继林、李健等人。 冯奎福世纪不多,但也一直从事小而捏挤,解放后在北京西城区二龙路工作。 该及北京市西城区刚肠的前身,冯奎福未见传有弟子,二学术思想,2.1脾胃为后天之本,脾虚成干。 该流派重视脾胃在小儿生长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,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为生下枢纽,脾胃静月则气血充足,小儿生长发育有保障。 脾胃安则朱脏胃,小儿方不急不躁,睡过安稳,而小儿鸡饱不自知,饮食不自节,家长又溺爱,常常饮食太过,太精。 醉意伤及脾胃,是乳食停滞,逢前夫人们脾胃氏分为乳鸡、食鸡、脾鸡和肝鸡四类精重与层次不同。 根据主症和肩症又分为肝力、腹泻、肝重症、水肿、肝臭咳嗽、咽肝、眼睛和牙肝口舌牙齿疾患的五类,形成了独特的四肌、五肝学说,基本带过了小儿临床的常见症候。 2.2重视阳气,温补律法,四肌五肝本位在皮,皮为肝肌之母,皮喜造恶施,中焦病变,气虚,寒泽之太阴疲,故于使脾气。 但重视阳气,重视温补,冯老先生先特别推崇素万生气同前论之阳气者,若天于日,失其所,贼者手而不张,故天于荡以日光明,认为人之阳气不足。 犹如天上没有太阳,万物不得生范,而体为斗脉之所聚,总都人体阳气,为阳经之海。 该流派视斗脉为人之太阳,是皮蜜化水谷与水叶的动力,是蜜化的基本条件,故以斗脉为本,以捏几粒法。 2.3协调阴阳,沟通内脉,该流派虽然强调斗脉,强调阳气重要,但斗脉却与阴经任脉同源,并相通。 都旁还有家伎学和武术学,故独卖世界沟通的人体表里,内外科阴阳,它既能调阳,又能调阴,只是调得气体重归。 阴平阳密,精神乃至的状态。 2.4内脂外脂,疏途同归。 该流派认为内脂与外脂方法不同,机理有别,但却疏途同归。 最终对赞服,阴阳,气血产生调理作用,并化掉机制,消除脾塞,内外结合,互补长短,又助于提高疗效。 3技法特征,3.1独特的捏几粒。 剑突一,由于症中有疾突,两拇指只能放在类似于家伎学的地方,而始终止于拇指的捏腰也就只能提起脾旁的肌肉与筋末了。 故我们认为,一般捏几法主要作用,瑜伽脊学和膀胱经一线的学位,特别是五瑜学,图二维逢式捏体法,由于其以食指绸瑶色,第二矩节垂直于脊柱。 当两拇指交替捏体脊柱皮肤,是正好捏在脊柱正中,故我们认为逢式捏体疗法,才真正作用于肚脉。 这是两者因操作不同,而导致的功效与特点的不同。 至此,临床运用,可以两种捏几八个操作数遍。 此外,逢式捏几对操作次数也有统一规定,如操作二十遍。 最后一遍捏三提一,每捏三次,上提一次。 其实手法较重,长指指部筋膜分离弹响。 术臂,以拇指指部安柔两次于学术次。 三点二同中有一,辩证师法。 看似简单的逢式捏几术,其是含有推、难、捏、捏、放、提、柔、爱等八种手法其辩证师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。 一是对参数的选择,如以致命所助小儿捏几指出,反小儿吃弱的,或是含性疾病用补法,反小儿体质健壮的,或是食热的疾病用卸法。 在解释具体补法与泻法时,又说,提放的次数上,捏麻的皮肤薄,只沥清,推脸的速度慢,变数有少增多。 这就是补,反过来,就是泻,而是在同一套路中。 针对不同疾病,重点鱼相关被鱼血处重点刺激,或在捏几结束之后,鱼相应被鱼血处定案,如咽石、腹泻、呕吐、便秘等皮胃病症,重点铁捏大肠鱼、胃鱼、皮鱼、三胶鱼、肝鱼、隔鱼等,生胶病症,如烦躁、液体、多汗、咳嗽、哮喘等。 重点铁捏肝鱼、鲜鱼、绝鱼鱼、气喊鱼、肥鱼等,肾、膀胱病症则重点铁捏肾鱼、肥鱼、膀胱鱼等。 除年纪术外,外至有逢式化肖体高三冷、鹅竹、鹅卫、秦婉、船筛甲、龟板、皮肖、道皇、关贵、乳梅、当归、黄白、炊贝、木鳖子、金剑、舍香、黄大与香油恋爱高、外贴肚脐、内至有逢式消极散、三冷、鹅竹、生君、熟君、黑白丑、杀人混为细末、空腹服用、内外结合、 捏肥术术与药物并举,为获得更好疗效奠定的基础、四代表著作与地狱、四顶一代表著作、黎智宁、小儿捏肥、人民卫生出版社、1963年2月、舍纪林、冯氏捏肥疗法、M、北京、北京知识出版社、19854.2、重大科齐、冯氏捏肥手法小儿缺铁性贫血、脾胃虚弱形、 临床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4年重点科研项目 4月3日地狱,主要在北京和河北地区 明显,感谢刘派传人北京迪士翠、李建等提供珍贵资料 感谢天津中医药大学董红英教授所做的调查研究、参考文献、医疗近东、小儿推拿学M、北京、人民内生出版社、2012、132、舍纪林、冯氏捏肥200M、北京、知识出版社、1985、2到33、黎智宁、小儿捏肥M、北京、人民内生出版社、1963、4到7、文章 转资料品东教授小儿推拿的博客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